4月中旬 记者来到了洛南县 林口镇上河村的 五宝库集中安置点 2019年 上河村将这个老村部 改造成了集中安置点 用来安置村里的四户五宝库 但记者走进 这个五宝库安置点院落 首先看到的是院子里 堆放的大量杂物 一楼房间的门口 也被杂物堵住了 在院子里四处查看了一圈 记者并没有看到 居住在这里的五宝库 这位大姐告诉记者 五宝库们并不住在这里 而是另有他人 住在这里的是附近 干工程的一个工程队 为什么给这些五宝库 修建的安置点 房间修建好了 物品准备好了 但却让工程队住 而没有让该住进来的 这位大姐介绍到 从他住进这个院子 就一直没有通水 取水设施旁 记者看见 水泥池子已经废弃了 水管上的水龙头 也早已不见踪影 还就是一个 这个杀的 这你们都没法学 没法学 在这个只有七八平米大的破旧砖房里 记者见到了上河村 这位五宝库 冷大爷 一提起集中安置房 冷大爷就连连摇头 三天 这三天都会强 为啥 就是不方便 我们睡 这座年久失修的土坯房 就是冷大爷的家 集中安置点 没法正常生活 这个土坯房住着又太危险 无奈之下 同村冷大爷的这位亲戚 就让冷大爷住在了自家 这个原本用来存放杂物的小砖房里 因为这个情况 我不敢叫他在里边住 他把住你万一 来干了 他一个人 平常没人过来还没人知道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 为了迎接上级脱贫空间的验收检查 这些五宝库集中安置点的修缮工作 都是匆忙进行 水都没有接通 村里的干部就急着 让五宝库们集中住了进去 而随着洛南县摘帽脱贫后 这些五宝库的生活状况 早已无人问津 城县军是一户建荡利卡贫困户 在城县军家门口 记者看见了这张 商落石洛南县 农村饮水安全明白卡 上面对饮水安全标准 有明确的规定 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 达到每人每日20升以上 供水到户 或人力取水 往返时间不超过20分钟 城县军说 几年前他咬紧牙关东拼西凑 买来了这辆拉水用的三轮车 一次最多可以拉一吨水 一路盘跃而下 记者遇到了恰巧要去拉水的村民 丁先锋 他给记者画了一个拉水的路线图 并告诉记者 这算是最近最方便的一个取水点了 记者决定跟着丁先锋一起去拉一趟水 从村里出发 行驶了半个多小时 记者和村民终于从陕西省来到了河南省的这个蓄水池 丁先锋和儿子轻车熟路地做起了准备工作 把一节节水管接起来 连到塑料桶里之后就开闸接水 在接水的过程中 为了防止管子断开 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 丁先锋就这样一直用手抓着接口处 眼瞅着水罐即将灌满 记者却发现 水里明显能看到很多杂质 丁先锋告诉记者 在当地像他这样有车有桶 可以自己去拉水的村民其实并不多 由于大多数劳动力都以外出打工 现在大多数村民还要花钱请人拉水 再把拉来的水存在汉窖里 折算下来一吨水需要花费50到60元钱 这根管子里流出来的水 就是这位村民从取水点拉回来的水 他告诉记者 用纱布裹住管子就算过滤了 由于取水困难 村民们只能省只又省 记者看见 即便是洗衣机里的废水 他们也舍不得直接倒掉 还要拿个盆子接着 用一洗比较脏一点的衣服 什么还可以用 哪个都是非常黄金一样 你知道吧 按照中央规定的脱贫工作要求 确保饮水安全 是脱贫攻坚中最基本的底线 但是记者在上河村调查发现 虽然村子已经退出了贫困村的序列 然而从无保护到建档利卡贫困户 大家的饮水安全问题 却始终没能得到解决 随着调查的深入 记者在林口镇还有更多的发现 林口镇三星村 同样是在2019年 退出了贫困村的序列 乔春娥是三星村的村民 她告诉记者 这个长满了青苔 只静不到两米的水池 就是周围十几户人家的水源 乔春娥嫌熟地撇开水面上 漂浮的杂物 记者看到 在水中还有蝌蚪和一些浮游的生物 乔春娥告诉记者 这个水蛙 可是周围十几户街坊眼中的宝贝 等到天气热一点 或是浓忙的时候 大家伙甚至抢着来挑水 为了解决吃水难题 三星村的村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 除了去水洼里挑水 这位村民还在房檐上铺设了管子 这样雨季来临时 就可以把雨水收集到自家的汉窖里了 在林口镇的走坊中 记者发现 很多面临饮水难题的乡器们 都是建当利卡的贫困户 在他们家中的明白卡上 饮水一栏却都打上了饮水安全的标志 为了反映吃水难题 记者和当地的部分群众 来到洛南县扶贫开发局 询问饮水工程的事情 为此记者又跟随村民 一起来到了洛南县水利局 这么多年一直挑 不可能这么多年 不可能 你调查得清楚不清楚吗 不可能 你去看就不得调查一下 这些是杂贱的 这么多年都没有水 你想推动杂生费的 对不对 买水50块钱 50块钱一桶水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你看着吗 对啊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三星村也没水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拿着线上吧 给人们去回来 不管了 就在记者村民 还在和这位工作人员攀谈时 另一位水利局的工作人员 已经拨通了林口镇 乡镇干部的电话 电话那头 乡镇干部要求到 水利局反映情况的 村民接电话 当记者村民 再次和乡镇干部 确认信心时 电话那头 乡镇干部的说法 却又含混起来 那有水吗 那地儿啊 一番询问下来 老百姓反应的问题 依旧没有解决 但记者在洛南县水利局的门口 却看见了这样一个展板 具体工作措施这一栏 清楚地写着 持续巩固两不筹三保障 安全饮水突出问题解决成果 看见记者在拍摄水利局的大门 这位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现场抢走了记者的手机 并要求记者立刻离开 截至节目播出前 老百姓反应的问题 当地有关部门 依然还没有去调查 何时解决 而当地部分群众的饮水问题 依旧是原来的老模样 无保护安置点 住的并不是无保护 无水可用的村镇 水利部门竟然政绩斐然 面对质问 当地干部在意的却是 谁家的亲戚如此大胆 脱贫斋帽不是终点 这是中央斩钉截铁的工作要求 脱贫攻坚更不是纸上谈兵 个别基层部门 欺上瞒下的做法 让脱了贫的生活 依然捉襟见肘 贫困的帽子可以摘下 攻坚的成果 却容不得半点参加